整齐的动作 优美的手势 曼妙的舞姿 经典舞蹈作品牵手观音一登场就迎来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12月14号晚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举办大型音乐歌舞师My Dream与梦同行专场公益演出 24岁的魏京阳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表演牵手观音了 还是在校大学生的他已经在艺术团度过了12个年头 牵手观音是他来团学习的第一支舞蹈 他说 这支舞蹈对动作和神韵有很高要求 虽然大家听不到音乐 但能通过感受彼此的呼吸来掌握表演节奏 而最重要的是通过日复一日的排练 积累起现在的默契 我们在排练的过程中除了要记住动作 牵手观音的节奏和默契都要全部记在心里 全部好像是一个人一样 我们要共同呼吸 包括手势和出手的速度都要整齐划一 虽然我们听不到音乐 但我们完全把节奏都记在心里 要把真善美的情感传递给观众 让大家感受到牵手观音的魅力 本场演出的执行导演于怀正是第一次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编排 他坦言 原本很担心无法和有视听障碍的演员们交流 但在经过一次排练后 他的担心就烟消云散了 我根本不用担心这些 他们有的人普通话比我还说的标准 我是说聋哑人 他们的语讯特别好 他们会读唇语 然后我的一些内容 他们都可以自己翻译给其他的朋友 其他的同事 他们都可以做到这样 像舞蹈演员每天是从早上九点的中日排练厅 到晚上九点钟 他们出排练厅 基本上很少有时间自己在旁边休息 即使身处黑暗 不闻声响 他们也练就了一身本领 用歌声 舞蹈 乐器 向人们传达真善美 于怀正说 在他眼里 这些演员们就是艺术家 我觉得他们是艺术家 他比正常人更渴望表达自我 你说的什么内容 他就最好的状态 每一次都是拿出来的 给我看 我觉得他们比我们这类正常人 我相信他们更热爱这个舞台吧 最后 一曲《我和我的祖国》 掀起了整场演出的高潮 据了解 演出由《我的梦》 《梦想之源》 《生命之意》等六部分组成 围绕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这一主题 展示70年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成就 用特殊的表演方式 讲述残疾人的励志故事 再现他们的美丽人生 了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